现在可以告诉我凶手是谁了吗 小薇薇 她跑了两三步就不行了 脸色一白 穿渴得厉害 身子不好 那就好好休养 干嘛跑出来 我想你 你又不来见我 这叫什么梦浪的话 可别叫慕容香那个醋坛子听到 否则我也保不住她这条小命 你这女人可真狠心 离开也不跟我说一声 一去就两个多月 一封书信都不给我送一封 你再晚点回来 就见不到我了 别说傻话 我说了 会给你调理好身体 有本郡主在 就不会让你死 到时候让你父王 准备好封后的枕金 报答本郡主就好了 今天有空吗 你答应过请本世子吃饭呢 不能再实验了 这世上可还没有人骗了本世子 还能活着的人 小薇薇 你是第一个 你可以自己去居仙楼吃啊 我都说了 到时候寄我的账 我很忙 等会儿还有事 没空陪你吃饭 叶九霄这时候 才注意到沈卓 似乎就知道 他要忙什么事 你想调查游乐园 百人命案的是吗 嗯 奉明威正头疼这事 打算告别小冰娇 去趟马场 跟我来 我知道凶手是谁 你知道 嗯 过来啊 你难道相信沈家的人 也不相信本世子吗 说的有道理 沈卓的确不可信 心态还不如听听小冰娇 怎么说 奉明威没有离沈卓 打算跟叶九霄去聚仙楼 说不定能得到什么 有用的消息 郡主 不打扰沈小大人 进宫见皇上